好 我們看一下 現在英國的媒體也在關注說 北戴河是不是已經展開了 他們說現在目前 可能習近平的執政團隊 現在雖然會拼命救經濟 但是仍然是以國安為中心 國安為優先 因為最主要也是要應對 現在美國現在 在目前印太這邊的一些相關戰略 所以王毅去到了東南亞 跟洪生進行會晤 那也說中方跟柬埔寨 願意跟柬埔寨新政府 來共創新時代的命運共同體 他這次的訪問東南亞 中國大陸的學者就解讀說 北京希望東協 發揮更大的自主性 而不是都是好像美國說什麼 然後他們就跟著做什麼 就像是菲律賓或者是越南 可能現在目前都有受到一些影響 所以他們說王毅此行 表明中國希望在周邊的外交上面 進一步的發揮作用 也重視東協國家的一些價值和作用 另外我們提到了這個王毅講 現在跟這個東協國家 這個當然要跟他們更緊密的合作 仁愛交這件事情 其實就觸動到了中國大陸 非常在意的一件事情 就是美國在南聯盟這邊轟炸中國的大使館 其實轟炸的隔天 菲律賓這邊的坦克登陸艦57號艦 就駛向了仁愛礁 聲稱說是船底漏水 不得已才在仁愛礁的西北側這邊坐灘 結果這一坐就坐了20多年 都沒有離開了 所以他們就覺得說 你根本就是在趁機 我們這個正在忙南聯盟的事情的時候 你們當時就是用這樣子的一個方式 去這邊坐灘 所以對於中國大陸來說的話 這就是一個過去 曾經留下這樣的一個歷史背景 你怎麼會跟著美國 趁著美國這樣子轟炸這個使館之後 來做這樣的動作呢 那在美國推進印太戰略的背景之下 現在中方也有意要敲打 這個越來越親近美國的菲律賓 那美方則是要藉由這個南海議題 來拉攏菲律賓在內的一些東協國家 所以北京也強調了 這個美國已不斷的在慫恿對抗 應該要避免把這個問題上升為 這個中國跟東協整體的結構性衝突 另外我們來看一下 美日韓現在也在 一起來研發一些新型的武器 美日他們現在一起要研發新型武器 是要對抗這個中俄跟北朝 北 應該算中俄朝 北韓 這樣一個高超音速武器 那尹錫悦也在17號 因為他18號的時候會有一個 美中 美日韓的一個對話 所以他現在已經出發 要前往這個美日韓的首腦會談 那另外還有一些媒體在報導說 韓國的這個製鐵的 普向製鐵公司 正在積極的把這個生產線 也要轉移回韓國這邊去 恐怕是因為要配合美國 現在一些相關制裁 也擔心未來受到影響 所以開始有一些相關的動作 但是日本 韓國其實很擔心 就是美國這一次 對於中國大陸的投資射線 其實也會影響到他們的一些 經濟上面的發展 所以他們現在要很艱難的 做出一些抉擇跟判斷 再來我們看一下西方國家 是不是人家形容 德國媒體在炒作 中國的留學生 有這個間諜的風險 所以中國的駐德大使有講說 現在這是恐懷症嗎 是不是應該要好好的治一治 因為德國當前的挑戰跟問題 他說不是中國造成的 你如果把中國視為競爭者 那其實並不符合兩國的利益 所以他們就講說 你看這個現在德國的數字化 就是數位化的一個進程 其實中國企業做出了極大的貢獻 那你現在卻這個做強之後 就要把中國視為眼中釘肉中刺 這簡直是在過河拆敲 所以他們講說如果德方 5G的設備要排除華為的話 那這個中方是絕對不會袖手旁觀的 那另外我們看看 美國的一些組織黑客 他們就是駭客 要攻擊自家衛星 是為著哪一樁啊 他們講說要爭奪至天權 所以他們自己反而來攻擊自己的 因為他們講說現在要舉行網路競賽 所以藉由他們攻擊自己的衛星 這樣就可以查出來說 到底是哪些可能有安全漏洞 被中國大陸所利用 所以他們為了要防範中國大陸 還不惜自己傷害自己的衛星 所以美國的一個國家安全的本質 就被人家形容說 其實就是六個字 就是什麼六個字呢 就是自私 霸道跟虛偽 反正就是講說 這個中國就是威脅了美國的國家安全 任何事情都可以套用 這通通都可以說得通嘛 我們來問一下亮哥 不過這個你可以對比看拜登 還有王毅在東南亞做什麼 那個王毅去拜訪新加坡 馬來西亞跟柬埔寨 那談的都是經濟問題 那拜登先去見了 拜登先拉住這個菲律賓 然後接下來他說他要去越南 那東協峰會是9月5號到7號 拜登說他不去 奇怪 那你只去越南 那你是要幹嘛 那顯然就是 因為菲律賓跟越南 比較有可能在南海行為準則 跟中國有不同意見 所以美國就是去點火的 我覺得這種氛圍 大概在全世界都燒開了 很多國家都很痛苦 比如說你講到德國 德國因為現在執政的政黨 綠黨跟自由黨就是反中了 你社民黨跟他們聯合內閣 所以就傳出要對那個5G 華為的5G要做限制 那德國電信跟德國鐵道就緊張 德國鐵道我只講鐵道 德國鐵道他就說他有800個車站 都要重新裝電信設備 那至少要花4億歐元 那我們還講德意志電信 德意志電信也反對 因為華為在德國的佔比 我講的是電信 他佔比大概接近60% 是歐洲最大的佔比 那你德國現在也拿不出證據 說華為有這個後門漏洞 可是德國就是一個 因為他是戰敗國 所以軍情體系跟媒體 很多都是親美的 我覺得這個有點類似 比如說菲律賓 菲律賓的軍方媒體 還有呂宋島為主的政治家族 也都是親美的 包括小馬肯是他家 都是親美的 所以就是美國 就是對軍方還有媒體 在各國有比較好的關係 就不斷的把這個論調散播出去了 可是德國是要付很大的代價 有人評估 你如果不用華為的5G 那你的5G的發展 至少要落後3到5年 那很嚴重 是啊 可是這種聲音 還是不斷的在上課 好 來請教介老師 現在就是說 整個美國的這一群朋友群 基本都受到美國很大的壓力 就是要跟大陸 事實上的話 過去叫脫鉤 經貿脫鉤 現在叫什麼 叫去風險化 不過不管是經貿脫鉤 還是去風險化 他很多產業 都要跟大陸的產業脫鉤 去風險化就是說 我這個脫鉤是比較 範圍比較小的 可是脫鉤還是要繼續脫的 所以這些國家現在 尤其在華為的問題上 像德國 他現在如果要脫華為的話 大陸就等於說事先做警告 就是說你要付出代價了 所以現在大陸作為就是說 你美國作為我也要做回應 那你根本不要說 你美國這些朋友 你找不出任何理由 你就違反國際貿易的規定 把你的市場關閉 然後不讓中國的市場 這個產品進去 因為事實上美國現在 跟大陸這個經貿跟科技的打法 基本上是叢林法則 完全無視既有的 國際貿易的規則 你知道國際貿易的規則 是你不能夠隨意 不跟人家貿易 你做了WTO的會員的話 你跟別人 你開放你的市場 跟別人 讓你的貨品進來 這是你的義務 你沒有理由你是不能限制的 另外一方面這些貨 因為WTO這個 現在的國際貿易法的規則 基本上是什麼 是自由貿易 所以你人為的這種設限的話 基本上美國已經把他 創造的國際貿易法的規則 已經丟到一邊了 所以真正從理智上來講 美國今天跟中國打的 就是叢林戰 叢林法則 是弱者 逝者生存 然後沒有任何的規則 只是說美國掌握話語權 沒有人在這方面跟他去挑戰 你知道WTO原來有個 非常能幹的秘書長 就因為美國這些作為 他就失職不幹 提前退休 他說這個是對國際貿易法 規的一大践踏 所以現在像德國的 中國大陸駐德國的大使 你看他的講法就變成就是說 德國今天 對大陸的任何這種出手的話 基本上第一個違反國際貿易法規 第二個什麼 第二個你把你自己的問題 讓大陸來承擔後果 你說我今天跟美國人 美國給我壓力 所以我就可以不顧 國際貿易法 所以這些部分我覺得 現在大陸看起來是用 強硬的手段來回應 現在加根者這兩個原料的 這個掌握 那麼事實上的話就是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手上的工具了 接下來大陸還有稀土 所以我是覺得就是說 美國要用這種 叢林法則跟中國大陸 打這場經貿戰爭 可能今後面臨的阻力 會越來越大 不過從我們台灣角度來講的話 中國大陸是我們43%的 外銷的市場 中國大陸市場出問題的話 我們台灣也首當其衝 對 好 賴老師 我覺得美國跟中國大陸 在爭取東南亞的國家 採用的是不同的一個角度跟策略 美國的策略是用較低成本的 他的方法就是擴大矛盾 擴大這些相關的國家 跟中國之間的矛盾 擴大這些矛盾之後 那麼會造成對方國 他本身的這種不安全感 他就會更加的依靠美國 美國就可以從中 獲得他的支配權 我想美國現在正在做的 就是這件事 所以他在上個月的時候 布林肯跑到東盟的外長會議 然後在那邊強調說 中國對周邊的國家的 小國的軍事威脅 用脅迫的行為 你看在這個領域 就發生了菲律賓 就跑到仁愛礁不斷的鬧事 一波 兩波 三波 那到了上個禮拜 那直接水柱潑 已經到更激烈的一個地步 那也就是說美國倡議 然後菲律賓就作死 彼此之間在演戲 他們都知道大陸在領土主權 這個部分裡面是一吋都不會讓 所以這個時候中非的關係改變了 菲律賓轉向美國這邊 美國其實就得逞了 現在他就要搞的 那就是越南了 所以美國對越南說 你椰子可以賣到我的國家來了 接著拜登就說 你看越南很想要跟我做朋友 他邀請我去 越南也在打兩邊牌 越南跑到大陸去 然後就跟大陸要高鐵 要東西 然後一方面他也暗中跟美國勾連 接著你就看到 他對於大陸打美國牌 對美國打大陸牌 那就是兩邊都要要東西 可是越南比較難搞 越南跟菲律賓不一樣的地方是 美國到越南 越南的胃口大 你美國要付多少錢 才能夠塞得住越南的胃口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部分中 雙方都還在較量 這次王毅到東盟的國家裡面 你就可以看到 中國的軸線就是 我用增加經濟合作的方式 也就是一帶一路 一帶一路彼此之間 就造成了貿易有越來越大以後 你在經濟上 就越來越依賴中國 跟中國的關係就越來越緊密 大陸是採用這個方法 這次王毅去 你一方面 當然是在破解 第二方面是把一帶一路 整個拉起來了 因為中老鐵